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提起黑社会性质犯罪 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目中啊 那就是一个等同于暴力血腥和金钱罪恶联系在一块的名词 那究竟这些黑老大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他们都在干着一些什么见不得阳光的事呢 近日一个被称为广州十年来最凶残的黑团伙的涉黑组织 被押上了审判席 这狡诈多疑凶残暴力的黑老大五十坚 也算是走到了自己的末日了 六月七号被称为广州十年来最凶残黑团伙的武志坚等人涉毒涉黑案 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参加非社会性质组织 外卖运输制造毒品 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 非法买卖运输枪身弹药爆炸物 绑架 非法拘迹 抢劫一案 进行公开核并审理 请法警将各非让你代表法庭 这个双眼内线头发有些稀疏的男人 就是本案的第一份告武志坚 目露勋装 2007年 2008年间 被告人 之前为了装大 是不及武装之上 通过被告人 王中伟 向被告人献定购买的手枪释法 武志坚一案 由于涉案人数众多 整个庭审 持续了四天时间 在法庭上的工作机关 成交了包括这个被害人的尸检报告 枪支弹药毒品数量和制毒工具 是等等一大批的证据 指控武志坚等人 涉嫌组织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贩卖运输毒品 非法买卖运输储存 枪支弹药 故意杀人等等多项罪名 你说这罪名有多少吧 如果这些都成立了 作为该团伙的首犯的武志坚 那面临的最高刑罚 就是死刑 如此穷凶极恶的一个 涉毒涉黑团伙 那究竟是如何落网的呢 这事情还要追溯到 2007年的一个晚上 这个是在2007年 10月24日晚上的 9点钟左右 就有我们凤池村 有个村民打电话给我 说在凤池140号的三楼 让他有人看救命 进案后 民警迅速赶到了凤池村140号 立即将这栋楼包围起来 现场只有一个男人戴着手铐 在阳台上拼命地呼救 经过一番努力 民警终于把他解救了出来 据王文远说 他被关在这里已经四五天了 因为一直不肯救犯 所以他的老板就威胁 要找人强怜他老婆 王文远一听就急了 他不顾一切地冲出阳台 将门反锁之后 开始大声地呼喊救命 王文远说 当时和他一起被关的 还有一个叫韩磊的人 然而在解救现场 警方却并没有找到韩磊 起初警方以为 这只是一起非法拘禁案 可是当办案民警 在对解救王文远的现场 做进一步搜查的时候 却惊奇地发现 在楼房铁门旁的一些杂物里 隐藏着一些不寻常的东西 这个时候警方意识到 事情不是非法拘禁这么简单 那究竟这真相是什么呢 王文远和现场搜出来的 这些制毒原料 以及枪支有关吗 究竟这个王文远 私吞了他的老板什么财物 他这老板又是谁呢 那要解开这些谜底 只能从这个王文远身上 找答案了 而就在警方想找王文远的时候 却突然发现 这个人不见了 那个时候公家 还是刚刚开展嘛 说就没有 对他做进什么措施 就先以调查为主 经过一番查访 警方终于找到了王文远的下落 原来他在被解救出来的当天 就中共逃回了河南老家 随后民警赶赴王文远的老家 调查有关情况 不过我们就凭借他说了 这是有价值的线索 就继续审计调查 就把这个团团都挖开了 王文远绰号阿远 28岁 河南省西夏县 初中文化 据王文远说 现场发现的这些物品 都是属于他的老板 他的老板就是武志坚 而他呢只是一个打工仔 当警方问到 武志坚究竟是做什么的时候 王文远却吞吞吐吐 欲言又止 后来说他老板 就是做这种买卖的 就是自放毒的 经过调查 除了拒近王文远这栋楼之外 对面的138号楼 也是属于武志坚所有 现场发现的枪支 和制毒原材料 让办民警越发觉得 这件事并不寻常 于是他们来到这两栋 楼房里展开了调查 发现在这两栋建筑物里 各有一个地下室 他这一栋建筑物里 但是没捞出来 那边那栋建筑物里 中间有栋建筑物里 这栋建筑物里 终于做病毒 现场那里有除了那个制毒的设备 枪弹地坑 还有通过对初步的外围的防察 发生这一里面的人都比较特殊 可能是一个牵涉到武装制贩毒的黑社会团伙 种种迹象表明 王文元口中的老板武志坚 背景复杂 其身后很可能潜藏着一个更大的犯罪团伙 于是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 多方侦查 终于揭开了这个 以武志坚为首 涉嫌制贩毒品 贩卖军火的暴力武装 犯罪团伙的神秘面上 就在警方掌握了武志坚大量犯罪事实 准备对这个犯罪团伙实施 击补的时候 这一直在广州警方严密监控之下的 武志坚和他的其他的犯罪成员 突然在广州啊 销声匿迹了 因为他的防征材的意识非常异强 他住宾馆了 他就只住二楼 就能够看到门口停车场了 他要是发现了什么 那个有没有嫌疑 就是他认为 不得不得拿车辆的马上跑 就他选的二楼呢 就是说 方便他跳楼 逃跑 2008年 广东警方发现 武志坚犯罪团伙又有了新动向 由于广州警方加大了 打击涉黑涉毒的 严重暴力刑事犯罪力 武志坚犯罪团伙 已向赵庆市怀疾等力潜逃 并将制毒工厂 也转移到了怀疾 武志坚 自己听一个 听信一个大使的 那个那个 议策吧 认为他今年的运气不好 啊 就是说 叫他 就是说 收收 他就说 有段时间 他隐藏起来 啊 把马仔也分散了 武志坚 隐藏了起来 这让办案民警是大为头疼啊 这就在广州警方 重新组织 侦查寻找 破案的切入口的时候啊 这赵庆 警方突然传来一个 令人振奋的消息 说武志坚兄弟啊 已经在这个怀疾落网了 哎呀 要说起这个武士兄弟的落网 那还是充满了相当的戏剧性 哎 同样 也应验了那句老话了 天不藏间 2009年4月23号 武志坚兄弟俩开着车 在怀疾县城里行驶 碰到当时刚刚执行完任务 回来的怀疾刑警队的车辆 由于两部车争到 武志坚不由分说 把警方的车在路上逼平了下来 因为当时怀疾警方任务车 也是不是警车 是地方排的 逼平人后呢 就下来就指着他大骂 他说你信不信我枪打死你 你知道 那当时怀疾的 那个警察同志 当时认了 怎么怎么搞呢 很以为他是警察 有枪我没枪 都拿枪出来 刚好就去在这一刻 然后武志坚看到 发现可能是真紧张 就赶快跑 怀疾警方马上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他们迅速调急 辖区警力 终于在一个郊位 截停了武志坚兄弟 并对二人展开了抓捕 从最初的起口角 到最后背擒 整个过程不到20分钟 被警方通缉已久的武志坚 就这么落马了 抓捕武志坚的时候 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20分钟之前 还是非常嚣张 蛮横的这个武志坚 被抓了之后啊 不停的念叨 完了完了 这下完了 甚至吓得都尿了裤子了 随后这赵庆警方 就顺利的查获了武志坚 在怀疾的落脚点 缴获了制毒工具 毒品和军火一大批 随着武士兄弟的落网 专案组开始在全国拉网出现 警方组成了强大的追讨小组 转站广东省多个城市 并远赴东北河南河北等地 全力不往追击 在逃团伙成员 纷纷被抓捕归案 专案组围绕 该犯队团伙的组成结构 层级分工 根据前期侦查掌握的 大量证据材料 作案事实 对疑犯进行了逐个甄别和审查 在强有力的证据面前 武志坚等犯队团伙成员 纷纷感到大肆不去 主动配合交代了 该组织的犯队事实 供认了各类刑事案件17宗 其中涉及命案3起 制犯毒案件9宗 制毒窝点5个 非法买卖枪制2宗 武装非法拘击1宗 至此 这个罪行累累 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团伙 被广州警方彻底剿灭 6月3号 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办公室 召开新闻通报会 向社会公布了广州警方 摧毁以武士间为首的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辉煌战果 它这个都是一个 一个原材料来一种 成品后来都给处理了 现在像有些都处理了 它有些书啊 你看他们有些师傅 就专门要请人来做的 那它制毒的来源是来源 基本上是麻黄树 通过各种取道 它是取道很多的 他们主要是制兵跟摇头丸 两种 在广州我们又掌握了 两个当时 其他有些呢 因为怎么样呢 它制作点呢 它不是固定的嘛 它做一段时间就肿 走了之后那些就废了 废了之后 我们就是再找这些 就找不到的 按照我们所了解的 麻荒树的提炼 它对周边的 那个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 它那个 废水啊 反应啊 周边的气味啊 反应很大 所以它必须得不断地换地方 除了毒品之外 警方还在多个现场 搅和了各类枪支十指 手雷九枚 各类子弹三百九十发 以及雷管三百八十四个 销完炸药 十八千克等大批的武器装备 这批武器的杀伤力 让警方都感到震惊 武士兄弟在怀疾落网 他既是偶然 也是必然 你甭看着武之间 平日里那么的嚣张 那么的威风 其实啊 从他踏上犯罪道路的那一刻起 被抓这一天就已经注定了 接受正义审判的命运 那早就注定下来了 一个陌路大佬的黑色故事 当然还没有取中人散 是独消武之间 可以说也留下了一串的 惊叹号 还有问号 他为什么会成为 异方的黑老大呢 这透视武之间的黑恶之路 我们又能够找到一些什么答案呢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说是哪里 稍后问您解密 严厉打击 为何还举进不止 我们以前也打击了不少 但是很多就像是割韭菜似的 割一把又炸一把 如何才能保护纯净心灵 还网络一片宁静的天空 清除网络 赢会不复 近期为您解密 敬请关注 早区近团伙成员出逃报警 残暴黑势力浮出水面 说在凤市140号的三楼阳台 有人胖救命 前跑仍难改凶残本性 持枪行凶遇到了便衣警察 欢迎回来 咱接着说是哪里 前面说到 广州警方成功摧毁了 五日间黑社会的性质组织 搅和了大批枪支弹药和刀具 五日间团伙呢 可以称得上是广州市近十年来 火力最强作案手段 最残忍的暴力武装犯队团伙 这个拥有武器弹药 犯下累累罪行的黑帮团伙 都究竟有些什么内幕和细节呢 这个作为团伙首要核心人物的五日间 又是怎么混上这黑老大位置的 这熟悉五日间的人都说 他的人生啊 是完全被毒品改变了 五日间1964年1月出生于广州 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 除了弟弟五日伟外 还有一个姐姐 他开过出租车 干过个体户 有妻有子 兄弟和睦 本来生活得很美满 可是在沾上补品之后 这一切都变了 他很早是从吸毒开始的 他自己是开始从吸毒 然后他以前也给白银去处理过 贩卖 摇托丸当时啊 他应该是从这条路上走 走到不归路的 五日间在2001年开始贩毒 因为他觉得只有贩毒 赚钱最快 统计显示 五日间团伙的制贩毒品总量已达到30多公斤 为了摆平毒品产生的纠纷 五日间开始雇佣马仔 后来这些马仔的势力越来越大 逐渐就脱离了他的控制 他就用其他人来对付这些马仔 调查发现 五日间反对团伙的内部成员有20多人 组织严密 内部体系健全 职责明确 团伙内部分为三级管理 第一级是由首领 五日间和五日为俩兄弟组成 负责财务分配 内部管理等事项 第二级是王中伟 斯一波等骨干成员 第三级则是一般成员 负责以暴力手段 非法拘禁 恐吓 杀人 追收 所欠的毒资 与其他团伙 争夺地盘等 熟悉五日间的人都了解 虽然这个人性格暴躁 但是却又死要面子 哎呀 还很喜欢讲牌上 五日间喜欢别人呢 称他为老板 并且喜欢对着手下那些 马仔们是 13赫4的 在制犯毒品 让他获得身为成功人士的 满足感和成就感之后呢 他就开始大规模的 扩大他的队伍了 将制毒地点是 四处的扩散转移 并开始配备枪支 来武装自己的团队 武老板是越做越过瘾 越做也越张狂了 武之间作为团伙头目 负责内部大小事项 制定残忍严格的加法加规 要求手下成员必须无条件的服从 要随时听命随传随道 不得向外界泄露组织内部的事情 如果有人违反 便以恐怖残忍令人发指的暴力手段进行惩罚 轻者非法拘禁殴打 重者结果性命 武之间团伙先后杀害了四人 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血腥罪恶 2008年底 因武之间怀疑一个叫陈卫兵的手下 偷了团伙的毒品 就指使这个薛大伟杨超等人 以灌冰毒的方法呢 将那人给杀害了 并且沉失在珠江中 另一个手下诸国战 因欠这个武之间的毒资不还 09年的2月 武之间就指使这个薛大伟 思义波还有杨超等人 抓了诸国战和他的女朋友吴某 相继将两人杀害 抛视东莞 女朋友也就跟这个头脑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他对他女朋友的杀害 就是为了一个杀人灭口 他下面有两帮人 他一帮呢 是以本地广州白营的 良田本地籍的人为主 比如陈仲生 陈美光啊 两个人为首 他的头目他都发什么 发冲锋枪武装给他们 另一帮呢 是以外省籍的 外省籍比如施一波啊 王文远啊 这些为主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就是 互相好控制 用家法 他认为他这是家法 他们的自己家法 2007年12月14日 武之间怀疑团伙成员王文远和韩磊 抢走了他的毒品 就指挥陈仲生等人 把王文远和韩磊 关在了广州市立湾区 龙溪凤石村内 晚上10点多 王文远被警方解救 感觉不妙的武之间 直指手下 立即将 韩磊杀害灭口 12月24号晚上 韩磊被抛尸在佛山市 禅城区的某路口 王文远的落网 时武之间集团开始 在警方强大的追捕公事下 2008年 武之间开始往怀疾转移 他把线弹枪 手枪 还有几百发的子弹 一大批雷管等武器装备 包括制毒工具 也搬到了怀疾 他准备在怀疾找一个什么呢 找一个矿 矿山 然后继续去做那个制毒 找一个矿山 就找矿山就是掩护了 然后就继续制毒 所以他在怀疾 已经租了两套房子了 在县城里面 一套是他自己住的 跟弟弟住的 一套就放这些工具 所以我们有部分的武器 还有那个 特别是制毒工具 基本上都是从怀疾 缴回来的 即使是在逃亡期间 武之间依然是 骄横跋扈呀 在他眼里边 枪 那是最能解决问题的东西了 就算遇到很小的纠纷 这生性暴躁的他 也都愿意拔枪去解决问题 结果2009年4月23号 就发生那么戏剧性的一幕 在怀疾街头啊 武之间见有车 黑竟然敢不让他的车到 是勃然大怒了 加大油门抄了过去 把对方给逼停了 下车之后就大喝 你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 可没想到 遇上的对方竟然是警察 同样也亮出了枪 这回呢 彻底是栽了 这不就后来到了看守所里 吓得都尿裤子了 可以说五毒继权吧 制毒 杀人 抢劫 绑架 可以说五毒继权吗 是恶贯满盈的一个犯罪团伙 也就是说我们在广州 也就是近十年来 是一个罕见 最残暴的黑社会团伙 如今 武之间原本美满的家庭 已经支离破碎 老婆带着儿子离开了家 七十多岁的老母亲 孤独地守在家里 他与弟弟则正在接受审判 等待着法律的处罢 这真是应了那句经典的 电影台词了 出来混迟早都要还呢 武之间多疑贪婪和凶残 是目无国法 疯狂犯罪 最终把他 还有自己的亲弟弟等一帮人 都送上了被告席 2010年6月10日上午8点30分 这一天是庭审的最后一天 经过一连四天的庭审 大部分犯罪嫌人 对自己的犯罪行为都供认不讳 但是当法官再一次询问 武之间关于犯罪具体事实的时候 这名曾经的大毒枭 是这样回答的 如果说我们这个神医社会组织 那我们也没有伤害其他人 如果在国的 我们这一般人当中 除了我给他们就刷犯公司以外 其他的都没有伤害其他人 就我只是犯独 没有杀人 他们之间 其实是三个团伙之间的 犯罪合作官司 是被告人武之间 支付费用要 陈仲星 为他追收毒品 销售扩款 要拱华军 为他应对那些 他认为的绑架和抢夺危险 贼老大武之间 只认贩毒不认杀人 把罪责都推给了团伙中 已经死去的骨干 说是手下私自干的 而且他说自己购买枪支 只是出于喜爱和防身 并没有造成任何的伤害和后果 对于之前造成的寒雷死亡一样 武之间只愿意承担非法拘禁 和故意伤害的责任 对于故意杀人 绰号阿伟44岁 在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中 检察机关起诉武之委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贩卖运输毒品罪 非法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罪 武之间之所以把弟弟的罪名推得一干二净 就是想保住弟弟的命 在此次庭审当中 包括韩磊弟弟在内的四名被害人家属 以当庭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向武之间等人提出共计两百万元的赔偿 黑恶团伙对我们社会有危害的什么呢 他们是七行八市 杀着惨 对就是草菅人命 而且是说对我们哪里有它的利所在的话 不顾一切 采取手段手腕去得到它 因为我们广州和谐社会是造成了一定的危害 所以我们广州不容任何黑恶势力出现 这是我们广州警方的铁腕要打击的 出权要打击重点打击的对象 这坏事干的越多 还的那天就到得越快 这个广州十来年最凶残的黑团伙的覆灭 那的确让人拍手称快 否则你说还不知道要酿造出多少血雨腥风 还会制造出多少毒品来危害这个社会呢 这在今年的扫黄打黑专项整治行动中 各地警方都加大了对涉黑涉恶的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 那老百姓对这是绝对的拥护和支持的 而接下来如何依照法律程序 对这些黑老大们进行定罪量刑 也是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 目前武之间等人的涉黑涉毒案呢 仍在进一步的审理中 最终的审判结果怎么样 我们将会继续关注和跟踪报道下去